嗨,我是Marco 我平时...我平时发视频,很多人夸我中文好 虽然我中文还差语言,但谢谢你们的夸奖 大家觉得多语言能力需要天赋吗?还是只要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掌握? 有没有想过会说多种语言的人的大脑构造是什么样的? 双语能力的研究是挺有趣的 今天我跟大家主要讨论一下两个问题吧 一,学语言最重要的是什么?需要天赋还是环境重要还是怎样? 第二,有多语言能力的人的大脑构造?他们会不会忘记母语?他们做梦的时候用什么语言? 来,我们聊聊吧 那第一,第二语言习得,什么是最重要? 现代的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哦,学会外国语 重要的点有五个 第一,年龄 第二,语言距离 第三,语言 不好意思,言语适应性 第四,学习动机 第五,学习方法 第一应该是很明显 学外国语要早一点开始 有一个假说叫关键期假说 他认为呢,人的大脑有一个最容易获得语言的关键时期 如果超过这个时期,语言学习将会很困难 一般来说呢,八岁到十岁之前该开始学 否则你的第二语言能力不能达到母语水平 这个听上去有点残 但我觉得也有道理 我是十六岁开始学中文哦 我达不到母语水平 我跟你一起来到中国 一起开始学中文 为什么我的中文比你好啊 我觉得是因为啊 你喜欢在家里 我喜欢在外面跟美女聊天 是不是啊 跟别人多多交流啊 是不是啊 老周氏 你这个带是什么东西啊 铁板烧你懂不懂啊 我前面不是在做炒面吗 我说 第二的语言距离哦 中文和日语有很多很多相似的点嘛 我们都用汉字 这就是语言的距离很近 还有比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也是很像的 这也是语言的距离很近 语言距离近的话 当然学习也比较容易 很多欧美人有多语言能力吗 但他们学中文或者日文都不容易 就是因为语言距离太远了 同样我们日本人中国人 学英文也不是很容易 第三的语言适应性是什么呢 是指学习外语所必须的能力 你的分析能力 记忆力 还有 音感 这就是所谓的天赋吧 但也有环境因素 有一个研究说 一半是天生的 另一半是环境决定 简单来说 聪明的人还是比较容易 学会语言吧 我不觉得笨的人学不会外国语 也不觉得所有聪明的人都有语言天赋 但从我经历来说 还是人越聪明 语言能力越强吧 其实没有办法 只是别说语言了 其他学问也是 还有什么运动啊 音乐的才能啊 都是的 什么事情还是需要点天赋吧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没有语言天赋 因为我见过更多更多厉害的人 但起码我音感不差 我很会模仿别人说话的样子 我觉得没有音感的人 根本学不会中文 因为比如说 你们说你好 我可以直接模仿你好 但有些人根本没有音感 就是耳朵不好 会说你好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学语言 音感也蛮重要的 特别是学中文 因为中文有四声嘛 第四个 学习动机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 动机呢 有两种 一个是 从自己内心产生的动机 我喜欢语言 觉得学语言挺有趣 这个就是从内产生的动机 另外是从外产生的动机 比如说为了考大学 学语言 为了升职学语言 或者你父母让你学 都是从外产生的动机 简单来说 区别是你想要学 还是你需要学 一般来说 从内出来的动机 还是比较有效果 我也同意 我能够努力学习 是因为我喜欢学 平时呢 不少人问我 学日语后 找工作容易吗 或者是智能的问题 学日语还是学英语 哪个比较好 我这样被问的话 我就想说 你喜不喜欢呢 你喜欢学日语呢 还是你喜欢学英语呢 如果你学日语 只是因为你觉得你需要 我觉得你的日语的水平 不会有很大的进步 当然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你也不一定喜欢学 当然也可以考虑到 这个语言有不有用 但学语言很费时间和精力嘛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 很难继续的 我觉得学会外国语的人的 共同的点就是 他们都喜欢学语言 我根本不喜欢学习 也不觉得学语言有趣 但我喜欢跟美女聊天啊 所以我还是学会了 你在家里默默的学习 我在外面开心的聊天 学的比你好 这叫什么动机啊 这叫什么动机啊 你不要 你不要无视我好不好 好 你我呀 OK 最后是学习方法 每个人学习方式不一样嘛 该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学习方式 像老周日的话 跟美女聊天是最有效果 我是一个人默默的看电视剧 学语言有效果 还有比如说记单词时候啊 有些人多听可以记住 有些人要写下来才能记住 还有些人啊 脑子里像拍照一样 一看就可以记住 每个人完全不一样 需要找到什么样的方式和环境 对你来说最有效果 OK 以上的五个点 其实自己能控制的只有第四和第五是不是 小时候没有得到学外国语的机会 这个事情能怪父母了 自己无法控制的啊 但也没有办法 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的啊 我们只能努力是不是 大家觉得怎么样 学外国语 什么是最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性格吧 我话多 我喜欢聊天 特别是跟美女聊天 而且我性格积极 被一个美女拒绝了后 当天去找别的美女聊天 这也是个人才 不是不是 熊才 熊才 主要是我喜欢聊天 这样很快就学会外国语了 是不是 性格决定命运 OK 那下一个话题是 有多语言能力的人的大脑构造 以前的话呢 好像被认为是这样的 穿越能力 大脑里 像气球一样 这是第一语言 这是第二语言 一个大了 另外一个会缩小 学会不同语言 母语能力会差 但现在有别的假说 是这样的 像冰山 这边下面是 公用的能力 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能力 是互相依存的 就是母语的基础越好 越有可能获得第二语言能力 如果第一语言能力差 很难洗的第二语言 我觉得早期就是幼儿时候开始学的人的大脑和晚期开始学的人的大脑应该也不一样的 早期开始学的话 讲外国语 像跟讲母语一样可以直接说出来 脑子里不需要翻译 但晚期开始学的话 我觉得刚开始学外国语的时候还是需要翻译 要想想该需要用什么单词 需要用什么语法 是不是 就是听习惯外国语后 就慢慢的开始变母语一样 可以自然的说出来 有一定水平了后 脑子里就不需要翻译了 我是这样的 那最后有两个问题 我也经常被问到的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一 学会外国语 会忘记母语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幼儿时候到国外去 在国外环境里长大 一直不用母语的话 很有可能忘记母语 但像我一样 长大后才开始学外国语的话 母语肯定不会忘记的 只是如果你好久没有讲母语的话 要讲的时候说不出来 或者是想不起来单词 发音会奇怪 这是会发生的 这是很正常我觉得 而且是中日双语的话 有时候会搞混 搞混 特别是读汉字的时候 写汉字的时候 有时候非常confusing 哪个是中文 哪个是日文 会忘记 这是有的 第二是睡觉的时候做梦 用什么语言 我是这样的 梦里会出现很多人吗 有时候出现日本的朋友或者家人 这个时候我会讲日语 有时候会出现中国朋友或者是外国朋友 这个时候我会讲中文或者英文 所以我梦里还是用三种语言吧 但当然日语比较多的感觉 因为我现在住在日本 还是受很大的环境影响嘛 老朱子呢 很奇怪啊 我在梦中啊 跟很多国家的美女聊天 所以我起码会讲二十个语言吧 啊 gracias savadi club 啊 bonjour 哈哈哈哈 啊 我有可能是天才 有可能是天才哦 OK 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抗法哦 下次见 拜拜